炮哥直认杂食 炮嫂责脱妖子宁很坚强 张敬軒、胡培慧、善男文等日词 就为都即有问题节目录计 今集的节目以食为主题 炮哥自认是食家 还笑致自己最爱吃炮嫂 炮嫂说炮哥以前都是一表人才 吃不少美女 炮哥就直认杂食 以前在台湾及国内吃过不少野味 还吃过榨马、蝎子等昆虫 最近陈山中介绍他们吃西义柚餐 戒糖、戒甜粉质、减肥 炮哥就说真的顶不住 而炮嫂被问到有没有关心好姐妹姚智玲 拖一试 炮嫂着大赞对方很坚强 不用了 我们自己好姐妹 我们一定会发信息 喂, are you okay? 然后我常说, are you cool? 她说, okay 那便结束了 ok便ok了 她这么大的人 她一向都很坚强 而且都很独立 我觉得她自己懂得处理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玩求婚啊,学名啊 你都没有想要 我去年去拍那个 不是我的想法 我是play alone 谁的想法 我不会告诉你们 不要这么衰 你怎么知道 玩一下而已 那时候是想起来 其实没关系 那时候怎么知道 都根本不知道贴死的 是吧